重庆有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火锅要拆迁了 我们进去吃一下 老板 点餐 好 老板 我们不可以偏吃啊 我家人会一起来请教训的 很熟公主 小老师有两个味道的味道 接着我给你称汤 老板的话 他会其他东西会提供的 火锅的第一口还是先吃毛肚 老板娘说这家火锅吃的最少没有味道 那我今天就多吃点试试 先吃一口毛肚 我们正宗的老火锅 就是重庆的味道 回到重庆就是为了这口火锅 鸡票前都是直火锅 哇 这个鸡爪好苦级啊 软跟汤 结果鸡就软了 大包死了 这个双胶牛肉看起来很辣的样子 煮熟了之后辣椒还是黏在上面的 并不辣 但只有辣椒那种鲜香味 这个应该是重庆人都会点的吧 这是老板自创的混心配丸子 里面有香菜 藕丁和共菜 把它们全部混合在一起 我好像已经整个的绝 这样吃开啥 比普通的丸子吃起来味道更丰富 现在捞我的超级原理 这是有史以来他们在最大的一个原理 里面有肉的汁水 我觉得这样吃肉更嫩 外面是火锅的辣味 里面是肉汁的鲜嫩 我第一个共菜都非常脆 这个鸡肉片是老板娘清早八成起来 去弩茂市场却买的迷茂肉 这个一定要点 好嫩好好好吃 我的自制甘油碟是一切食物的完美搭档 大片的牛腱子肉 沾满了这个甘油碟之后 哇 这个真的超好吃 这个肥肠的脆脆也很好看 鱼香味很重 这个是爆浆冰汤圆 这之前要戴个手套 用心粉烫鸡的 有点开业剪彩的感觉 奶香味好重啊好好吃 这个放出西米在这边里面会爆浆 他一部馋吃吃了三次一点冷 吃完很辣的火锅气 跟这种冰冰凉凉的汤圆 感觉很解辣 很冷但是很好吃 很冷 应该有一双神奇的筷子 可以检验锅底有没有放添加剂 它没有被染色 就说明这个锅底是没有添加剂的 不管这个方法对不对 这双筷子不要 这双筷子 这双筷子